这是我的第十篇日记 早上 唐和拉布就已经开始为抽签的活动做准备了 他们将所有人的名字写在纸上 然后放在他们的小盒子里 而那个小盒子 一直被他们小心地看管着 我必须想办法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比如创造一个浪漫而优雅的艺术氛围 毕竟我以前可是一个作家 关于浪漫的话题对于我来说 那可是手到擒来的 而这个岛上说实在的 现在正好缺少浪漫 我必须得让他们的注意力 从那个小盒子上分开 那我得找谁帮忙呢 艾丽萨嘛 说到浪漫的话 她确实聪明前卫 而且长得很漂亮 令人心动 但她的直觉非常敏锐 我还怕露馅 还是说罗珊 她最近依然对我示好 但我内心也清楚 她深爱的人是约翰 更何况她只有15岁 论浪漫的话 我还真跟她下不去口 塞林和玛利亚就更不用说了 我真的在他们面前 没有任何探讨浪漫的心情 我更不可能去找那些 成双成对的夫妇 我应该尽量去保持一个 兴趣昂然的学生形象比较好 说实在的 人就应该保持好 自己的定位和形象 比如说杰米 她英俊 帅气 聪明 还很有气质 她本应是我们这里 最受欢迎的男人 但男童的定位 让她没有那么受欢迎了 说实在的 我看见过吉米和拉布 有过深情的对望 我感觉他们之间的情感 一定很复杂 杰克逊就更不用说了 她狂乱的浪漫生活 让我渴望而不可及 还有其他的单身汉 比如戴斯和唐 不过他们已经有了索菲亚 我觉得他们也不行 关于索菲亚 我以后会谈到她 也许 我该去找塔比莎谈一谈了 塔比莎就是那种 长得很好看 但是一直单身的人 并不是因为她的身体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而是因为她的气质 总是给人一种 冰冷冷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在她的身上 甚至感觉不到恐惧和紧张 她平常就是那样的 坦然而又超脱 我感觉 她已经超越了我们态度 特别是 超越了我这种 自私的人态度 对了 塔比莎是嬉皮士 而我曾经非常讨厌嬉皮士 这一天 我走上前去 主动与塔比莎打着招呼 我看见她正对着一个 死去多时的感染者画画 于是我疑惑地询问她 为什么要画一个 正在被鱼啃时的感染者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 而是盯着我看了很久 我看着她美丽的蓝色眼睛 思考她也许会告诉我 画这些是为了突出生死轮回 或是其他深奥的一些哲学 但塔比莎只是微笑地告诉我 因为她是一个艺术家 就和我一样 艺术家已经很久没有人 这样叫过我了 还记得我刚被救的时候 那个死秃头听到我的身份 是名作家 居然发出了大声的嘲笑 当时我真的很不爽 因为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 在她的面前显得那么可笑 她又笑了一阵后告诉我 现在这个世界 美丽的语言和优雅的诗词 都失去了意义 而她会亲手带着我 看一下残酷的真相 之后她便欢迎我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她管我叫莎士比亚 在与她同行的八个月里 我再也没有使用过 什么 哪里 这样的疑问词 对了 那个光头叫图利 而她却从来没有问过 真正的名字 回过神来 我告诉她比莎 什么艺术家 我以前只是为了钱 去写一些狗屁不通的东西而已 而现在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她比莎突然看着我 让我坐着不要动 这时候我发现 她比莎开始擦掉之前 画掉的那个感染者尸体 我问她 难道不想留下这些东西 给其他人看吗 她没有回话 她比莎比我优秀 也可以说 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优秀 这不是自我谦虚 这是真的 过了一会儿后 她比莎告诉我 艺术就是艺术 不需要他人的观看而存在 而作为艺术家 一切创作 也只是单纯的为了创作而存在 而此时 我才发现 她比莎手中的画 变成了我的样子 离开她比莎后 我坐在这里 开始写起了自己的日记 她说的话 给我的感触非常大 而我现在开始疑惑 为什么 我要开始写日记呢 是和她一样 只是为了创作 还是我隐隐地希望 有一天会有一个人 来读我的这本笔记 也许是几个月后 也许是百年之后 可能我和她不一样 我创造东西 只是希望 自己在别人心里 变得更重要一些吧 我想起 她比莎跟我说完这些话后 我的感觉是 我好像已经有些喜欢她了 在看到她画的人是我之后 我甚至陷入了一种 白日梦的飘忽状态 不过 一码事归一码事 抽签这件事 我必须为了我自己 做出什么 就在那个时候 我充满心机地询问 塔比莎 她知道 什么是真正一幅浪漫 而又优美的画作吗 这是我的第十一篇日记 哼 现在 看一看我们两位伟大的领袖 只要牵扯到荣誉 就能引诱他们上钩 一听说 塔比莎要给他们画肖像画 这两个人就积极地 在一起摆好了姿势 唐真的是一坨 自私自利的狗屎 在画肖像画之前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行动得如此迅速 要给领袖画画像 在这座岛上 这个可算得上浪漫的活动 而这个活动 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戴斯和赛林围在塔比莎身边 为他的作画 不停地出着自己的意见 而唐与拉布 在他们面前 努力摆着帅气的姿势 而这一切 为我接下来的行动 创造了非常好的时机 不得不说 塔比莎的创作很有感染性 最关键的是 他对这一切 做得非常自然 接下来 应该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引导的 不过 相比塔比莎的这种感染力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最应该存在的能力 是领导力 就如同 我当初遇到的那个死光头衣 我不知道他的年纪多大 我只感觉 他看上去一百多岁了 而他的眼神 给我的感觉更加沧桑 虽然他叫图猎 但那个时候 我们都叫他猎场看守 因为他知道如何打猎 如何钓鱼 如何精准地追踪 还有各种射击 打劫 等野外求生指示 同时他知道北方非常寒冷 而对于人类来说 那里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还会告诉我们 哪种蘑菇有毒 哪种疾病会害死人 在他告诉我们的所有事中 最重要的是 他告诉了我们 什么时候该行动 什么时候该停止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有十个人 从例称我们为吃软饭的 因为我们完全靠着 他的话来行动 我那个时候会记下来 自己一些同伴的名字 但现在看来 做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我的同伴都会在一周内 死去 但其中 还是有人让我难以忘怀 比如说 萨克利一家 我听劳德说 土利先生曾经给 劳德的父亲打工 作为猎场管理员 不过 现在看上去 土利并不像 曾给他父亲打工的人 而劳德和埃格尼斯 他们好像正在谈恋爱 对于绝望的末日来说 一点恋爱 也许是最后的温存吧 正在我们谈论 土利给他父亲打工时 土利走了过来 他拉住劳德 告诉他 现在 闭嘴 注意下面 这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下方 刚好有四个感染者经过 第一个好像生病了 走一会儿 便体力不支地跪倒在原地 而其他感染者见状 立刻欢呼着冲了上去 接着 他们虐杀了这个感染者 土利告诉我们 这种人 就是团队中薄弱的所在 也就是团队的吊车尾 而那时 我们都恐惧成为这样的存在 之后 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暂时脱离团队 到一个小树林下 想要小解 可就在我准备释放的时候 不远处的密林间 传来抱怨的声音 是土利和艾格尼斯 艾格尼斯抱怨着 自己只是上个厕所而已 不必要这样看着他吧 而土利只是不爽地告诉他 快点上完 不要废话 而艾格尼斯健壮 也不好再反驳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当你遇到什么样的领导者 你就得接受他的领导 毕竟 他们擅长自己的工作 而你 也不得不将自己 真的全部交付给他 在别人的领导下 你不得不忍受一些恶心的事情 如果你发现自己 需要做一些反叛的事 最好要头头摸摸地 并不断地祈祷 不会发现 在唐宇拉布 被塔比莎作画拖住时 我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我找到了那个盒子 可在我正准备 动手脚的时候 屋外传来了拉布的声音 他注意到 在塔比莎作画时 我脱离众人 有些反常地离开了 而他 发现了准备作弊的我 并狠狠地教训了我 虽然艾勒揍 但还是不得不说 拉布是一个好领导 我觉得 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 去这样赞扬他 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做事果断 没有什么复杂龌龊的心 而另外一种领导 你不会去和这样的领导 混在一起 也不会欺骗这样的领导 唐就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